近几年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,各种网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看着那扑天盖地的广告,似乎动一动手指就有钱送上门了,正是这种便利促使网贷升行,但多少人被网贷压得喘不过气了,太多太多,想要冲动消费的时候,如果没有钱也借不到的话,那也无计可施。 冷静过后,恢复理智,冲动消费于无形,也就不必为冲动买单,但网贷的便利一定程度,尚促成了冲动消费,一些人尝试到了网贷的前头之后,发现钱来得如此容易,心态和想法发生了变化,理智开始退缩,忽略了要承受的后果,动不动就网贷,然而,挥霍成为了习惯,债务也将越堆越高, 当缓款额度超出缓款能力时,有人想到了一代两代,但这无疑是就焚头心,但带无可带,回头去看,那债务已经从了让人无法喘气。 求主于亲朋好友,却受尽指责和愣眼时,或许会感觉人生一片黑暗,可是没有后悔啊。 多少人本就已经债务缠身,房贷,车贷,各种分析负,醒醒吧,不要再为自己的冲动被付上网贷了,没人想让明天的努力,为今天的冲动买单。 不要说什么可以借钱不还,那是有代价的,或许是骚扰,或许是众判亲离,或许是官司,或许是,没人想让自己的信誉有污点,更没人想被债务压垮,接待有风险,三思而后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